为了配合台九线大雨到玉铝段道路拓宽的工程 玉星桥改建施工 10月21号8点开始 依照花莲县道路安全联席汇报 备查的交通维持计划 进行了台九线玉星桥外侧机车道 宽度缩减的作业 也请用路人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 要减速慢行 并且配合交管部线 以及管制人员的指挥来行驶 花莲县副议长潘月霞 更次到现场来查看 呼吁民众要减速慢行 为了配合台九线287K大雨到玉铝段道路的拓宽工程 玉星桥改建施工 10月21号8点开始 依照花莲县道路交通安全联席汇报备查交维计划 进行台九线玉星桥外侧机车道 宽度缩减的作业 也请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 后要减速慢行 所以在这边玉霞也要呼吁所有的用路人 路过我们这个大雨三米这一段 就有很多的一个道路施工要破款的过程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留意这一段 因为离玉里镇内的市区很近 所以车流量非常多 所以这个部分希望大家用路人能够经过这里 多加注意哦 那个小心开车能够注意安全 并且配合交围部设以及管制人员的指挥行驶 花莲县议会的副议长潘岳霞更是到现场查看 也呼吁民众要减速慢行 公路局总局办理台九县大雨到玉里路段的拓宽工程 总工程经费7亿多元 10月21号开始施工 也预计在112年的7月21号完工 是台九县花东段拓宽工程之一的路段 记者高雙雙玉震采访报道 Through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 of the State